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明还是小黄油,为什么取的名字叫香蕉油? 科技院马上播出 中央电视台农业科技人物推介 您好,欢迎收看科技院 云南小黄牛是地方品种 它的体型小,长得慢 一般需要养三年,体重达到200公斤左右才能够出兰 可是云南省洪河县的杨建文养的小黄牛 在两岁的时候,体重就超过了300公斤 一头牛的身价顶得上别人的三头牛 这是杨建文今年卖出去的第一批小黄牛 刚两岁大,每头牛的体重都超过了300公斤 八头牛装上车,杨建文就挣到了10万元 现在我们卖的价格,这一头就是一万多块钱 一头小黄牛能够卖到一万多 高兴的不止是杨建文 给他提供技术帮助的专家 云南省草地动物研究院的副院长王安奎 更是喜上眉上 杨建文养的这些小黄牛 虽然个头不大 但是牛毛油光水滑 屁股也撑得圆圆的 脊背又平又直 横看树看都是肉 而用传统方法养出的小黄牛 出肉率可就低多了 如果我们传统的牛像这样大就200公斤体重 200公斤体重它这个肌肉率就35%左右 35%左右你就算嘛 200公斤就70公斤肉 目前一公斤牛肉的市场价60元左右 70公斤净肉可以卖到4000多元 所以农户卖一头活牛的收入也就在5000到6000元 小黄牛在我国南方地区非常普遍 虽然各地有不同的叫法 但它们有一些共性 比如耐热 不挑食 能走远路 擅长爬山等等 而它们的缺点也非常一致 那就是体型小 长得慢 国家肉牛毛牛产业技术体系的岗位专家 云南省草地动物科学研究院院长 黄碧智的科研团队 已经对云南小黄牛进行了多年的研究 你看它才打到我这里 这是全年牛啊 就是这么高的 它的高度 所以南方的牛 我们就是认为是一种锈真心的 小黄牛的锈真体型 是千百年来它们适应环境 自然选择的结果 直到现在 当地大多数的农户 也还是按着传统的方式 在山上放养这些小黄牛 山上的野草看起来很丰富 但营养不够 主要是粗纤维 蛋白质的含量很低 所以小黄牛们要想吃饱肚子 就要爬很高的山 走很远的路 走得越多 消耗也越大 一头牛要放养三年到四年 才能够长到两百公斤重 就像我们放牛人一样 每天该的牛跑 它长不胖 大量的消耗 把体力都消耗掉了 所以是传统这种放牧 精致效益就比较低 同样是小黄牛 再看看杨健文养呢 才两年 各个体重 都超过了三百公斤 因为个头没有长高 骨架没有增大 所以多长出来的那一百公斤 基本上都是肉 像我们这个已经到三百二十公斤了 三百二十公斤 那个精致现在 约在百分之五十左右 它就会到一百六十公斤 同样是按一公斤 六十年的价格来算 一百六十公斤精肉 就能收入近一万元 一头牛的收益 就超过别人家的两头了 但是专家们认为 这一些牛肉 其实还能卖出更高的价格 因为他们给所有的牛 都做了壁钞检查 有一个重大的发现 他们发现 这些牛都长出了背标 就是说我们传统的实验方式 基本上没有背标的 像这头牛 它的整个背标厚度 一到六点三了 就是说 基本上满足我们高度牛的需求 这个仪器叫做背标椅 类似于给我们人做检查的壁钞 壁钞可以让医生 看到人体内一些组织的生长情况 而背标仪可以让专家们 看到牛背上皮下脂肪的生长情况 皮下脂肪达到一定厚度 就意味着这些牛可能长出了血花肉 这个背标的厚度 它跟肌肉里面的脂肪含量是成正比的 如果背标厚度越厚 就说明它的肌肉里面的脂肪含量越高 肌肉里的脂肪含量高 就表示可能长出了血花肉 如果真有血花肉 那这牛的价值就大不一样了 到底会不会有血花肉呢 专家们也迫切的想要知道这一点 于是决定栽几头牛验证一下 看到鸡肉里面斑斑点点的脂肪沉积了吗 这就是传说中的血花 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 肉质加工方面的岗位专家 鉴定后认为 这些小黄牛的血花肉 已经达到了A4级 按照日本的评定方法 它这个六七类尖 脂肪沉积已经达到 这个四级水平 那么肉色呢 也在这个四级水平 脂肪的颜色是乳白 那么综合评价 用这个云南小黄牛开发出的 血花牛肉 已经达到它这个A4水平 也是一个就是说 比较高端的血花牛肉水平 按照日本的评定标准 血花牛肉一共分成五个等级 A5为最高级 那么这A4级的小黄牛血花肉 到底会是个什么味道呢 2013年12月15日 国家肉牛 毛牛产业技术体系 组织业内专家 在云南省洪河县举办了 小黄牛血花肉品鉴会 来听听这些牛人会怎么说 入口以后呢 马上就来这个淘气就出来了 这个多自信就能看 就说现在啊 我把这个肉吞下去了 我们感觉到满口香香就在这 生日的时候看着好看 对吧 红白相间 吃的时候呢 好吃还得香到你后腰上 说来说去 评价的重点围绕着一个字 香 为什么大家会觉得 小黄牛的血花肉这么香呢 是主观判断 还是这个肉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一方水土是养一方牛 就是它这个牛啊 经过这种天然的自然的选择 留下来之后呢 它的流位里边呢 虽然也有那么多的 一样的微生物 一样的这个真菌 一样的原虫 但是它里边这个微生物的结构 比例是不一样的 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世界 这样子当吃的这个草料来的时候呢 不同比例的微生物 产生的挥发性脂肪酸 也就不一样 还有脂肪酸的种类 产量也不一样 脂肪酸 再倒肉里边就成了牛的油 也就是脂肪 脂肪酸呢 它是一种风味物质 实际上就是肉里边这个脂肪酸 它的比例 种类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说它好吃就好吃在这 长肉又多又好吃 难怪这小黄牛的身价能够翻翻 为了区别于普通的小黄牛 岗位专家黄碧志 给这些身价高的小黄牛 取了个名字 叫做香蕉牛 小黄牛跟香蕉有什么关系 杨建文的这些香蕉牛 又是怎么养出来的呢 2009年 杨建文开始养小黄牛 一上来 他就决定要换种方法 他建起了牛舍 不再放牧 考虑到饲料问题 他就种上了高产的黄竹草 但是黄碧志带着科研团队 到他的牛场一看 就发现了很多问题 就是把山上的牛赶回来 去过很好的几色 但是仅仅把山上的草也搬回来 这样饲养 起发很多的科学性 科研团队对养牛场 进行了全面的调查 发现杨建文在养牛过程中 犯了好几个错误 第一个错误 是用没去世的公牛来育肥 专家刘建勇发现 杨建文用来育肥的牛 都是小公牛 一岁多了还没有去世 公牛打架的情况 实有发生 他打架的根本上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要争夺配偶 争夺这个配种权 第二个是争夺食物 争夺食物在一两当中 他要分出个位置 谁先得到食物 争夺食物 公牛打架的方式很多 有时候是一对一的单挑 有时候是几头联手攻击一头 公牛打架不但严重消耗体力 打伤的情况也经常出现 那个脚很尖的一个是 把他打了整个身子都烂掉了 好多好多划痕 看见牛打架受伤了 杨建文也心疼牛 但是要说给这些牛去世 把他们都上了 杨建文就心疼钱 但是从长远来看 要想让牛长出高档的雪花肉 这公牛不善还真不行 如果是不上的话 它雄性激素翻米 它随着性残属 性残属它影响这个肉的品质 作为一头公牛 它必须要有力量 而力量来自于肌肉 所以公牛会通过高丸 分泌雄性激素来促进肌肉的生长 而那些控制脂肪生长的激素 会被压制 公牛就很难长胖 所以要想让公牛长出雪花肉 就必须减少它的雄性激素分泌 给公牛去世 是最简单一行的方式 研究人员还发现 小公牛长到三四个月的时候 是阉割去世的最佳时机 对于小牛来说 那个它的生殖器 生殖系它还发育得很不完全 那个雪花那些还比较细 如果早去世的话 对它的伤害还是比较小 小公牛阉割去世以后 打架少了 而且之前被雄性激素压制的 那些激素获得了解放 牛就容易长胖了 杨剑文犯的第二个错误 是选错的粗饲料 杨剑文养牛可是下了大功夫 专门种了大面积的黄竹草来喂牛 黄竹草长得快产量高 而且有甜味 牛很爱吃 但是种植黄竹草还得租地买种子 种植成本高 对于规模化养牛来说 根本不合算 那么给牛吃什么最合算呢 其实对于这一点 曹冰海他们从2010年就开始对南方地区的四草资源进行了研究 那么站在山上呢 望着一望无际的这样的绿 在我们眼里边呢 都是草 那么一看绿的内容是什么 有香蕉 有这个木薯 有甘蔗 还有一些野杂草 而杨剑文的家乡正是国内主要的香蕉产区之一 每年香蕉收获以后 这整颗的香蕉精叶就没有用了 必须齐根砍掉 而在曹冰海他们看来 这些被废弃的东西 其实都是优质的饲料 香蕉精叶 它里边的这个对牛来说营养物质是非常好的 牛吃了之后几乎都能消化 香蕉精叶不但可以被牛全部消化 而且它的营养比黄竹草还要高 再加上是废无利用成本很低 可是这么好的饲料 真用来喂牛的时候 杨剑文却发现 牛只吃青叶子 不吃金杆 因为金杆的味道比较色 主要是这一部分 它的丹尼含量比较高 在色尖里边就感觉到 有一个很色的味道 要想去除香蕉精杆的色味 就必须想办法降解里面的丹宁 王碧智他们想到了制作青柱饲料 将香蕉精叶切碎储藏进行发酵 针对香蕉精叶含水量高的问题 他们又往青柱饲料里面 添加进了干稻草 既吸收了水分 又软化了稻草纤维 到最后 这两种东西一起变成了牛爱吃的粗饲料 发酵以后就是说 它就第一降结了它的丹铃 第二软化了它就纤维 你看它是非常软 你如果尝一下 尝一下 有点酸甜酸甜的 这种味道就是说 深宿就可以把它作为主饲料 一天吃几十公斤 它都很爱吃 用香蕉精叶来养牛 不仅成本低 在饲料开发上也有了巨大的突破 对养牛产业是个推动 更重要的是 香蕉精叶营养好 喂出的牛品质也会提高 黄碧智一想到这些就很兴奋 于是决定给这些牛取个新名字 叫做香蕉牛 香蕉牛啊 这个东西大家可以看得到 香蕉本来就很优美 是吧 这个牛肉 有香蕉这种概念在里面 那多好啊 香蕉牛 有诗情画意 有诗情画意 就是 但是光有诗情画意还不够 香蕉青柱只解决了小黄牛吃什么的问题 但是怎么吃才能够真的长出雪花肉 这里面还得讲科学 黄碧智的科研团队给小黄牛制定了香蕉营养配餐 把小黄牛的生长分成了四个阶段 半岁以前靠吃母乳和带乳料 半岁以后开始育肥 从半岁到一岁这一段 小牛的主食就是香蕉青柱饲料 没有限制 能吃多少就给多少 在半岁到一岁之间这个阶段呢 我们要尽量断裂它的胃啊 让它这个流胃啊 有更好的这种消化吸收能力 然后有更大的容量啊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给它尽量多多出料 让它把胃称大 将来呢有利于它的各个器官的生长啊 要养身体先养胃 给小牛养出一个功能强大的流胃 香蕉精叶功不可没 不过既然是营养餐 少量的添加点精料也是必须的 只是要严格控制 最多不能超过每天采食量的十分之一 小牛一岁以后 粗料逐渐减少 精料逐渐增加 到了一岁半以后 也就是育肥后期 营养它们搭配 就必须要颠倒个壳 变成精料放开吃 控制香蕉轻柱 精料用量加大 那么这个精料呢 除了是玉米豆博这些呢 为了提高能量呢 我们还加了这个豆油 蔗糖 来提高能量 那么这个时候的胃 四位方式呢 我们说是卸出不卸精 最后这半年 是小黄牛的脂肪传机器 要想多长脂肪 饲料就必须以精料为主了 但是每天还得保证 百分之十左右的香蕉轻柱饲料 以帮助牛更好地运行反除 给小公牛趣事 再配合上香蕉营养摊 只用了两年的时间 杨建文养殖的云南小黄牛 就华丽地变成了肉滚滚的香蕉牛 养殖中期短了 长肉多了 例外里一头能顶别人的三头牛 小黄牛与非成功 让国家肉牛 牦牛产业技术体系的首席专家 曹冰海教授 对南方地区的肉牛发展 充满了期待 给南方黄牛 找到它的舞台 让南方呢 在母牛多的技术上呢 人们更积极地来养牛 首先实现呢 南方最缺牛肉的南方地区 牛肉都自给自足 不要从北方再调了 这是一个概念 再一个呢 反过来南方有这么大的强大的优势 我们测算 如果把南方14个省 肉牛产业发展起来 往南方的资料资源 足以再产生一个中国的牛肉产量 目前我国每年的牛肉产量 是600万吨左右 那么平均到每个人只是5公斤 所以牛肉价格一涨再涨 我们也期待南方小黄牛育肥技术的推广 既能为市场提供更多的优质牛肉 还能够减少农村的废弃物 而且能让更多的农民朋友发上牛才 好 如果您想获得今天节目的相关资料 移动用户可以编辑短信 ABC发送到106633556 索取手机报 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以及农事网和科技院栏目的 官方微博微信和移动客户端 去了解更多节目信息 我也会与您交流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了 从养殖场地到品种 每一项都经过周详考察 却为什么刚开始没几个月 鸡群就出现了不明原因的疯狂互浊 事变各种方法都不奏效 为什么一把青草 就能制住鸡群的疯狂残杀 当时我要回宿舍 那几把青草就让它不做啊 科技院下期讲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